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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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那么今天的节目相当的精彩 因为我们有两支很棒的股票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就是人生胜利组 第二个就是电动巴士之王 这两支股票你一定要把它听到最后 因为有可能是你赚大钱的好机会 那么今天的TPK由黑来翻红 到底要不要进呢 TPK在他涨了那么多之后 到底应该要如何来决定他的下一步 这个部分Jump老師也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报告 所以今天的节目相当相当的精彩 请你一定要注意 我常常说富豪们他们会自己去聚集 有很多的团里你会发觉 怎么这些的朋友彼此之间 都是一个很有钱的状况 然而这些没有钱的他们也会自动去聚集 所以你会发觉物以类聚 然而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有一个专案 叫做富豪的专案 为什么这些富豪 其实这两天的电话其实真的相当相当的多 然后Jump老師在这个礼拜之内 也收了很多很有钱的会员 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家族 为什么这些富豪会知道 主动要来参加我们的会员 会往这个地方来聚集呢 他们有闻到钱的味道 这一些富豪其实都是很聪明的 他们知道说在什么样的地方 适合他的资金来操作 因为我们这些的会员 新进的会员 资金大概都是3000万 然而3000万的股票 3000万的资金 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分配 如何来进场 是去赚价差吗 78块进 81块出吗 赚那3块钱吗 我说不对啊 这些富豪根本连布局都还来不及 你就出了 那怎么跟 又或者是你在这边赚个4块 5块的 我说那没有意义啊 这些富豪不痛不痒的 你如何可以吸引到人家的注意 凭什么这些市场有实力的人 可能要跟着Jumbo老师 来做一个同步进出的动作 因为我们带他们做的股票 量大 价格也优美 而且都是从底部开始起涨的 好比我们的测标说的嘛 3块领好球的时候 Jumbo老师才要带你进场 然而在这个地方 你才敢单股重压 而且我们手边的股票真的不多啊 3到5只而已啊 所以这些富豪才会喜欢 跟着Jumbo老师的家族 同步的做一个进出的动作嘛 然而这些富豪聚集起来之后 力量是不容你小区的啊 然而这样的一个富豪专案 因为4月份 有两个很棒的消息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是我们华冠头顾 16周年庆 就是在4月份 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Jumbo老师 我也是在4月份的时候 生日的 所以我们的主管给Jumbo老师说 Jumbo老师啊 如果你的这个专案 富豪们每一个都发大财了 富者是岳父 但是那些比较没有钱了呢 难道他们就不能享受到 这样子做一个长波段 大波段的股票吗 我后来想一想也对啊 所以我决定 既然今天是 这个月是Jumbo老师的生日 也是我们华冠头顾的生日 我说好 没关系 这样的一个富豪 才可以拥有的专案 今天起开放给大家来加入 那详情的部分 请你好好地掌握住广告的这个活动 好吗 为什么这些富豪喜欢我们 我们看一下 6208的日揚 这支股票 Jumbo老师在节目上面给你报告了非常非常的久 对不对 然而这样的一支个股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的 2月份 从2月份的时候 当时在这里 他还没有起掌的时候 是不是叫做底部起掌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富豪们拥有3000万资金的好朋友们 可不会在这边 一个礼拜之内 把它买一买齐 然而当Jumbo老师的研究团队 把内容给带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说在这个市场上不要再单打独斗 你有没有专业的研究团队来帮助你 我们是一个法人一个机构 我们底下的研究团队 即便不是这市场的第一名 也一定是第二名 不仅仅是人数众多 学历经历都一定是千挑万选 才有办法加入Jumbo老师的团队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资金 在养这些研究人员 当然要有一点点的成果 结果他把日养的相关资料 从公司带回来给Jumbo老师之后 我们看一看 觉得他的11 12块当时的价格 实在是有够委屈的 而且根本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看到了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 当然要开始进场给他做布局的动作 结果我们买满他 狂买他全力的扫货之后 这次股票 有没有开始还他一个公道 发动讯告出来了之后 先讲好 这个发动讯告 并不是Jumbo老师 把他给炒起来的 这点我要先澄清 结果他开始往上涨之后 有没有发觉 沿路有震荡 曾经的回档 你知不知道要续报 曾经的回档 你知不知道要加码重压 不要乱卖 结果他从11块涨到了25.25 我们给你讲说你随便卖随便赚 结果开始下来 下来之后到底是要进 或者是应该全数出清呢 我们的会员知道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 在盘中拥有一个同步的讯息的话 我说那真的好可惜啊 因为他明明是一直从11 12块 飙涨到了25块钱的股票 为什么你在盘中的时候 在他上涨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要出脱了呢 为什么这些大资金的喜欢跟着我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 买进之后 没有叫你出你就不要出嘛 然后享受一个大波段的涨幅之后 只需要两通电话 买进跟卖出就可以赚到钱了 有没有发觉富豪在做的事情 跟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不知不觉 自动会往一个地方去聚集起来 前一阵子在炒房 今年绝对是股票的忘年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还在想说要买房地产的话 我想你永远落后人家一步 这样不是好可惜吗 所有的资金会从房地产 转到的股票市场 有很多的迹象 包括Jumbo老师研究团队 所带回来的资料 都已经给我们讲 这样的迹象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有很多的个股 会开始拼命的往上涨 在多头市场里面 涨一倍的股票一定还有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日阳 这样的好个股的话 我说不要担心 因为Jumbo老师还有 我说古代的这个韬金 你必须要有原料 你必须找到的原料之后 你还要懂得过滤它 并且你需要有媒介 才有办法把它放到你的金库里面 那现在的韬金 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说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原料股票市场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 就是股票 那你需要Jumbo老师 还有我的研究团队 帮你做出一个过滤的动作 否则上市加上贵 1700档的股票 你要如何做选择 哪一支只能做价差 哪一支有涨一倍的实力 我们帮你过滤出来 然后Jumbo老师就是你的媒介 就是你跟这些好公司的媒介 这些好公司不是Jumbo老师开的 这一些的成果是他们的领导阶级 所创造出来的 Jumbo老师只是把它里面的内容物 到底会不会赚钱 能不能得到市场的经验 而且市场的资金有没有进驻 我给你做报告 我把这样的资料给我们的会员做一个报告 结果他们进了去买进之后 他们享受的是股票飙涨的过程 然而你在这个多头市场里面 想不想也拥有这样的讯息 我说这样的讯息 对你会很有帮助 因为多头市场里面 绝对不会只有一支日羊 而且我们是在节目上面 沿路的给你报告到最后 我相信你很清楚 我们并不是像别人一样 讲一天停一天 讲一天停一天 下跌都不讲 上涨才开始讲 我们不是喔 我们是从头给你报告到最后 这支股票我Jumbo老师 就是这么有信心 所以我们的会员 也就有办法这么有信心 我就是这支股票 跟我们的会员之间的媒介 就Jumbo老师 日羊有没有办法从头掌握到最后 所以如果你也想跟着富豪一样 开始赚破断的好股票的话 广告的这个好活动 希望你这一次要好好的掌握住 妹妹啊 去洗碗了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 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独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豆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标股重压狂赚猛赚的会员专案 如果你错过了Jumbo老师的FTBK 如果你错过了我们的日羊 我们的F绿月的话 这个月是华冠的16周年庆 Jumbo老师的生日 我们的会费 直接给你打五折 我们的会期 从五月份才开始起算 先来先赢 请你速播发财专线 02-6630-3201 好喜欢就在这里 五十七瓶大字榜 原始雅院 智夫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准确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 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 擡友 嘴去听 先用去听五分钟 我想我们做股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请你不要设物体的当下 要设它将会抵达的地方 所以你问我说 江波老师啊 你TPK这么样的神准 那到底这两天有回档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 4月9号的这一天 我们趁它还没开始起涨的时候 当时还有在平旁附近的价格可以买 我带着我全国所有等级的会员进场去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之后 有没有现买现赚一根掌停板 然而这样的一个发动讯 很多人看不懂 所以它在4月10号的时候 这也帮我拉近一点 当TPK稍微有一点往下跌的时候 它开始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出来了 它说你所有去追TPK的人 当然他们是在讲我我都知道 但是我说没关系 它说我们买进掌停板之后 隔天就下跌 但是我说那是因为你看不懂 你没有专业的研究团队帮你带回来资料 说TPK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它未来的展望是如何 所以你以为它下跌就不会涨 但是我说不对 下跌是怎么样 赶快去买啊 都可以上车啊 结果咧 人家不看好 我们去买它 隔天有没有送一根的掌停板 有没有太棒了 光是看节目的 每个都有赚到 而且我们放了一个礼拜之后 4月11号的这一天 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掌停板 最棒的是什么 它还是在低点 放了一个价之后 有没有再给你喷出 持续的给你喷出耶 并且即便喷出了 有没有发觉 掌停板之后再插一根 又几乎是掌停板 它还是在底部啊 这就是Jumbo老师要带你 从三坏领好球 开始起涨的威力嘛 买在最安全的地方啊 然而最近Jumbo老师帮你 把筹码面给算出来 上个礼拜美龄 买了3482张 Morgan Stanley买了2008张 对不对 我说它这样的一支股票 到了4月15号的时候 还给你喷到掌停板 哦 我说它是从Airboarding 改为Opticalboarding的这个地方 口字贴额转为全贴额 iPay的要来了 五天就有46块钱的价差 真的是太棒了 并且在4月14号礼拜一的时候 Morgan Stanley再加码了693张 然而我们在4月16号的这一天 把它干掉当肥料 当时的测标相信你都还记得 我们先转一趟之后 获利把它放狗袋 然而在4月15号的时候 瑞银说他没有全贴盒 但是你看 一样是外资的高盛 再给你买了982张 Morgan Stanley再买了756张 巴克莱也跳进来 瑞银他自己都还有在买哦 我说他说没有苹果的订单 那为什么TPK因此而上涨了 几乎就是四五根的涨停板 为什么他股价不跌 昨天的时候还由黑来翻红啊 为什么 而且瑞银买了六七百张 4月16号的这一天 也不过卖了227张啊 到底人家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如果这个部分真的不好的话 为什么外资还在狂买 巴克莱把它调到了400块 美林调到了300块 昨天的Morgan 4月16号 Morgan Stanley再买了593张 我说他即便没有全贴盒 没有接到苹果的订单好了 为什么外资要狂买呢 我们都知道嘛 不要涉物体的当下 要涉他的未来 现在没有接到 不代表未来没有接到啊 我们看到未来会不会接到 压力感测触控萤幕的这一块 就是陈宏的拿手绝活嘛 然而未来的高阶的iPhone 他就需要这个东西啊 那你说他会跟谁做配合 全贴合的这个部分 陈宏依然是这业界的数一数二嘛 然而未来的高端的iPad mini 他就需要全贴合嘛 因为你的面板可以变得更强硬 而且更轻薄 符合了他想要做iPad mini的这个部分嘛 而且iWatch的面板这个部分 他的price 价格也出乎这个市场的意料 来到了40块美元以上啊 所以你说为什么外资款买 现在没有不代表未来也没有 我们要趁他在不好的时候 才有办法在188的 陈宏买得到啊 否则他当时的价格在982块 你如何下手 刚才是在他有转机 股价还在低档的时候 进场去买 才可以符合Jumbo老师说的 在三坏领好球的时候进场 所以为什么富豪那么喜欢 跟着我们家族同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相信你越看是越清楚了 然而广告有一个活动 请你务必要跟着上车啊 那么现在Jumbo老师要给你报告 两支股票 这一支叫做大陆minehy的股票 我说他一个柴油汽车啊 的排放量就等于40辆轿车的排放量 然而他补助一台柴油汽车 只需要50万的人民币 但是你补助40辆的轿车 却需要240万的人民币 所以一来一往你要补助谁 当然是公车嘛 然而我们这样的一支个股 就是电动巴士的皇者 他在中国大陆市占是第一名 并且他真的有吃到中国新人员政策 一个补贴的订单 已经跟中国大陆的江西南昌 百路加的客运签订了 700台纯电动的巴士 而且我说他会从这个地方 单点扩散 大陆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当人民都没有办法生活 生存下来的时候 不要给我谈什么经济 所以Mihide绝对是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汽车的排放量 就是他们现在的重点的部分 所以这样的一支个股 曾经往上飙了一波之后 回档押回来他的颈线的位置 就是你一个进场的好机会 然后你看他三月份的营收 4600万 MOM月增 64.6% YOY年增 86.6% 这个叫做爆发性的成长 然后你看他有没有配合当地的政策 除了刚刚说的南参线之外 浙江的渝瑶市也有了 并且他的电池的寿命比人家来得好 因为他的技术比人家来得更领先 他在恒温恒湿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可以延长他这个电池的寿命 来这里帮我拉近一点 三电整合的技术领先 所以他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技术领先 所以他才有办法成为中国第一 他在电机电控电池这三电的部分 遥遥领先整个中国 所以当大陆埋害是人家首要的政策的补贴的首选的话 股价压回来到一个相对的颈限位置 就是富豪们准备要上车的时候了 所以你要不要跟上 这一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那么也包括了跌掉的98%的人生胜利组 我说有人在买 并且你看我们只看外资的这个部分 上个礼拜外资瑞银买了5700张 美龄买了3400张 4月15号呢 礼拜一瑞银再给你加码2600张 美龄买了2600张 15号瑞银再给你买2348张 群衣买了1621张 到了4月16号的时候瑞银再给你买2183张 Morgan Stanley买了1000张 德意志也跳进来买了1052张 请问如果这样的一支个股 未来没有好消息的话 外资在买什么 他不可能是因为他有坏消息而进来去买它 他也不可能说因为这样的一支股票 他好评好淡好无聊所以他去买它嘛 所以当外资开始拼命狂买的时候 然而这个市场上还不知道的时候 股价在相对低档 你千万不要等他像我们的日洋 像我们的F绿越TPK都喷出了之后 你才想要上车 所以筹码的这个部分 Jumbo老师已经帮你掌握住了 该如何上车 广告的时候希望你好好掌握住 我都知道这一阵子股票不好做 但是我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人若精彩天智安排 当你愿意往前跨一步的时候 全宇宙都会锚起来帮助你啊 所以这样的一支个股 心里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好吗 我是蓝矮 祝大家财富都能多得向大海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账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贝博 贝 神水器材轻松省 查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庆祝FTPK大涨 也包括了日洋还有F绿月 通通都大涨 所以这个月是我们华冠头骨 16周年庆的生日 也是蓝老师4月份的生日 所以我们原本只给富豪专属的会员 标股重压狂赚猛赚的会员 今天开放给大家 并且我们的会费 直接帮你打五折 会期五月份才开始起算 所以你先来先赢 请你速播 发财专线02-6630-3201 6630-3201 质富之门为谁而开 滑灌头雇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滑灌头雇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投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减去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围灵 加上我们和土地之间的情感 太阳绿金 太阳光电集团 震撼上市 创新的农业电厂 年收入可高达约500万 台电购电合约20加5年 总收入上看亿元 0800351688 9800alah 全球人性 Positive 我们下语 这是 适合 你们下语